炒菜是中国制作菜肴的方法之一 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在这样做菜 但这种方法其实也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演变而来的 欢迎来到陪你看世界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炒菜这种方法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 别忘记为我们点个赞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观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炒菜的起源跟锅和油的普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先让我们来说一说锅 最早的锅其实就是三条腿的顶 之后才逐渐改称为锅 先前时期一般的百姓人家只能用古老的淘锅 淘气来自年土 祈祷热性数差 传热速度慢 因此只能用来煮或蒸 无法炒菜 但是贵族们使用的青铜器却有着良好的导热功能 其导热系数甚至比铸铁还高 但是由于青铜器的价格高昂而无法得到广泛的普及 直到战国时期才渐渐有了铁器的踪迹 但那时的铁一般都是用来制造冰气和农具的 到了汉代 随着野铁工艺的成熟与普及 才使得铁锅开始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光有锅还是不够的 炒菜离不了油 可是在古代油是非常稀缺的 先秦时期人们所吃的油主要是动物脂肪 比如猪油 羊油 牛油等等 可由于人多寿少的缘故 动物脂肪就成了一种普通百姓 渴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早在春秋时期 古人就已经知道用植物炼油 比如 大豆 可那时的大豆对于人们而言是非常珍贵的粮食 根本不守得轻易用来炼油 到了西汉武力时期 张千初始西域 开江拓土的同时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多西域的农作物种子 其中就有可以用来炼油的胡麻 也就是现在的芝麻 于是人们开始用芝麻炼油 但是炼出来的油一般只用于战争 而不是用来做菜 随着人们被炸油技术的了解和可用作炸油的农作物品种的增多 油才得以普及 从而被人们用作炒菜 到了南北朝时期 铁锅与植物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糖送之后 炒法在史极上出现频率日渐增多 到了北宋时期 炒菜才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 看到这儿你还想穿越回古代吗 欢迎来这里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